竹山文四國小廢校後 成為不少青年夜間打籃球的首選 不過近來文四預定地已遭收回 鎮內上百位青年嬰兒連署 希望工家能夠提供他們一處夜間籃球場 為此議員張志明是特別會同相關單位會堪 有605年輕人要求 要有一個夜間籃球場 所以我們認真打拼來找地方 那找到的地方 現在目前有三個地方要來做參考 第一個地方就是竹山頂公所後面的溜冰籃球場 是我們蔡宜成代表所提供的一個好的idea 第二個地方是我們陳立寧代表所提供的 就是這個文四預定地的籃球場 第三的是我們校長和校長 所以要跟我們道三個地方 就是竹山國長的籃球場 希望我們情出好的籃球場 讓大家有時間來打籃球 幾乎運動 健康 以後來老皮屋 竹山正名代表陳玉琳 人建議文四預定地能夠作為夜間籃球場使用 因場地標準寬闊 且有照明設備 他認為這是絕佳選擇 希望可以使用我們的文四預定地 因為它才有現有現有的球場 還有照明設備 希望可以使用很多人 共同打拼的力量 我們把文四原來運動的地方 都將他們留來繼續讓人使用 是不是可以透過更好的方式 或是說像什麼 我們頂公所這邊 或是我們管副這邊 可以來配合 可以來導三天 讓我們文四運動公園 跟原來的操場 原地還可以讓人來使用 我們不用再花很多納稅人的錢 竹山國中籃球場 目前也是考量 作為夜間球場的地點之一 在不影響校園秩序的原則下 校長表示樂見其成 在學校的立場 如果要設置夜間照明設備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設置獨立的電錶 然後能夠有一個相關的單位 來負責專者的管理 在專者管理的部分 能夠在他們夜間活動的時候 注意到環境清潔的維護 然後注意到跟我們學校夜間 晚讀的學生 做一個安全上面的區隔 在這些相關的條件都成熟的情況下 學校非常樂意把我們的場地開放 來跟我們的社區民眾一起來分享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我們 縣府的體健科科 蔡科長 以及我們的議員張志明 張育妍 還有我們竹山政公所的 陳一鼎 陳代表 衛名猴捨 籃球運動受到不少青少年的歡迎 學生或上班族 因白天忙於課業工作 夜間需要一座夜間籃球場 運動放鬆 議長和順風也判相關單位 儘速確定辦理竹山的夜間籃球場 明選崇星儀 竹山採訪報導 然後移動 去下賣衡 招牲